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 加冒身体的支架 即使不方便还是得戴上 几个月前 他因为遇到一场严重车祸 伤到了脊椎 结果我把家里的便秦拿来装改装给他 因为他的衣服上全部都是写 然后他身体会痒 因为他这边都是锁住的 不能癌的 他全部你如果要把 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不可以动了 因为如果你要把手伸进去也不行 要把衣服塞进去 他又会很辛苦 我们就只要把这个绑起来 这是我自己想的 然后他下去了 我们又再拉上来的时候就容易 自从家冒发生车祸后 洗身中心里所有的护理人员和同仁 很担心他的状况 除了给予最佳的医疗照顾 也从生活细节处去关怀 因为那个时候他去看医生 原以为说这个铁架可以拿掉了 然后哪里知道 有一个消息来说 因为他的股没有弄回去 所以他就必须要去动一个手 所以他就变成很担心 所以晚上有时候很多时候都没有睡觉 有时候晚上他就会自己在那边哭啊 这样子 然后就给他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就在家冒要再次到医院动手术的前夕 护理人员和同仁们下班后 亲临家访 希望把一份爱和安定的力量带给他们 谢谢 这里有一个带给你们 我们都写在这里 我们都写在这些词 我们都写在这些词 好 好的 好的 我们都写在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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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哎呦 我都写在这些词 可以忍补 甚至说 太多了 对家冒和母亲来说,已是莫大的感动。 原本灰心茫然,护理人员真诚地陪伴,让她不孤单。 大家为她带来马来版本的一家人歌曲,仿佛是一股护慰的力量。 她将歌曲收录在手机,不断地重复聆听。 真诚的一份祝福感动了她,因此默默使下了一个愿。 出发到医院前,家冒把握洗身中心周会的姻缘,道出内心的感恩。 天下最美的笑容就是病人的笑容。 洗身中心护理人员,爱病人如志清, 深切关怀每一个生命,体现,以人为本, 尊重生命的持继医疗人文, 守护每一个顺有的健康和心灵。 大约新闻马来西亚兵权公益宴的黄银币采访报道。